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之一 湖泊非常的大 非常的漂亮 受到大家的追捧 那在这里啊 大家也看到我们在西湖前面的这些车辆 没错 大家猜一猜这些车辆今天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用途呢 今天啊 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会议 把镜头转过去 没错 在美丽的西湖对面 就是我们的政协第十三届福建省委会第二次会议的主会场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主会场里边有我们的工作人员 在等候我们的委员的进入 那同样的从我们的这个委员通道上经过的委员 经过这个炸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炸机处啊 是没有我们工作人员等候的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主会场设置了一个智能科技的一个人脸识别的模式 大家 我们的委员们经过就可以轻松的扫描我们委员的信息 即可进入 非常的方便和变 非常的方便 那同样呢 在我们的身后啊 大家看一看啊 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媒体朋友 我们的同行啊 在这里助手 那在今天的报道 报道现场也有像我一样啊 我们的同行在这里给大家报道我们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盛况 所以在今天的时间里边 希望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有更多的委员 在主会场结束之后啊 会议结束之后 从这经过的时候 我们有非常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工作人员通道 那在这里啊 也可以我们的媒体朋友工作人员对我们的委员们进行采访 那接下来时间里边 我们继续带领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 在我们主会场西湖宾馆还有哪些美丽的风景 一起带大家去走一走 看一看啊 可能大家非常好奇我们这一次主会场我们的西湖到底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 带领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西湖周边有什么样的美景